美麗的環境從本身開始 19號上午環保局秋季淨灘活動 許多學校的師生和縣長一同參與了這次的淨灘活動 全體四次完畢之後 縣長黃建廷帶領著參與的民眾來淨灘 縣長表示台東擁有美好的環境 希望大家不要破壞這美好的資源 不僅是春季秋季這兩天的淨灘活動 希望鄉親能夠在每一天都做好環保的工作 我想大家一起來舉手撿垃圾做環保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台東有這麼好的環境 而且是最不被污染的 我們一定要盡心盡力的來做好環境維護保護這樣的工作 不讓這些垃圾進入到海洋裡面去破壞了海洋的生態跟資源 我想不只是秋季跟春季的淨灘活動 我們希望呼籲台東所有的鄉親在每一天都能夠做好這些環保的工作 讓我們一起來維護一個清淨乾淨美麗的台東 在淨灘的現場吸引許多民眾福老稀有共同參加 大家紛紛拿起鐵匣彎腰撿石沙灘上的垃圾空瓶樹枝 理性民眾表示大人帶著小孩一同參與淨灘 是要讓小孩一起學習對環境的一種尊重 也讓小孩認識哪些可以分解或不分解的垃圾 我們想說讓小朋友學習一下對環境的一種尊重的感覺 參與的小朋友都直呼很好玩 讓一家大小開心度過身具意義的假期 很開心感覺很好玩 是第一次淨灘嗎 對 環境保護真的很重要 要讓台東的海灘保持美麗 希望民眾好好重視環保 實現垃圾不落地海灘更美麗的理念 多段新聞吳明峰台東市長榮報導